图长 我知道了 接下来的流程都交给大家签 你直接和她磕负 挂了 嗯 你怎么在这里 出差刚回来的 都这个点了 怎么不回家休息 还拖着行李箱来我办公室 汇报工作成果 想赖在这里就直说 我还有点事没处理完 要等一会儿 累了就去上发上休息 我把灯光调完一点 我先想把灯光调完 去吧 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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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到最后 就去吧 到了 你忽然凑到我身后做什么 帮我按摩放松 不需要 你老老实实地 待在一边就可以了 不困也要保持安静 毛都没你这么粘人 不需要 你来干什么 看我 那就安安静静地看 不要发出噪音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说吧 到底有什么事 知道你是提前回来的 什么时候知道的 在你走进办公室的时候 这就是你表达向您的风势 笨蛋 抬头 不许痛 不用管 不是什么重要的电话 不是 刚才的话 看你是没听进去 是分心的惩罚 痕迹什么 疼 哪里 脑袋中到后面的玻璃了 这种时候又本说本叫的 伸着我的手 还痛吗 初晨一周 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太忙 这不是理由 你从前一天三次的电话频率 我没有办法不习惯 听不见你的声音会睡不着 吃不下饭 你是不是想听到这种回答 很可惜 我没有 露出这副委屈巴巴的样子给谁看 我没有生气 下次至少星辰便更要告诉我 一个人拖着这么大个箱子 不嫌疑 不嫌累 惊喜 就算是惊喜 也不能憋得太久 不是只有你会在找不到人的时候 和我胡思乱想 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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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牛捏捏的 又想说什么 继续 我没说听 当然要继续 下巴抬起来一点 乖 比如都 好 这里只有你和我 你的担子可以再放大一点 这是我的灵带做什么 紧张 你闯别人办公室的时候 不是很理直起床吗 做事要想清楚后果 有图有我做什么 这一会儿功夫就好前连天的 都困成这样了 还非要折腾这么一趟 回家吧 时间差不多了 我的工作 当然已经错了 没骗你 你进来的时候 刚好在收尾 怎么 难道你还在期待什么 放心 头发没有乱 脸倒是有点红 都这么晚了 没人会看见 除了我 好了 衣服穿好 箱子我来拿吧 再坚持一下 上车就可以睡了 放心 你的惊喜已经完成了 好 今晚 就在我身边安心睡吧